今天我们选择了八幅诡异而有趣的古画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和解密吧 一 异团和企图 异团和企图是一幅至今看来 都很有创意的画 它创作于1465年 由明朝皇帝 明献宗朱建身所画 当时他才18岁 目前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这幅画最奇妙的地方是 他乍看像是弥勒佛盘腿而坐 但仔细一看 你会发现他实际上是三人合一 在左边有一位带着道观的老人 他右手握着金卷 在右边是一位带着方金的儒室 他也握着金书 但他的右手指向了左边的那位老者 这两人相对而坐 似乎在讨论住什么 第三位人物 手搭在两人的肩上 头顶光秃秃 手中拿着佛珠 并露出一颗笑嘻嘻的牙齿 这个人是佛教中人 这幅作品构思巧妙 人物造型幽默诙谐 他以东晋时期的儒生陶渊明 和尚慧远 道士陆修靖 以虎西三校的典故为基础 表现了儒教 佛教和道教 三教合一的理念 当时的背景是 他的父皇朱祁镇 英宗 制造了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冤狱 出建身继位后 为其平反昭雪 他希望朝野安定团结 群臣万众归心 二 骷髅幻戏图 骷髅幻戏图是一幅千古一画 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幅画是由南宋画家李松所作 他年少时家里穷的叮当响 后来被画家李从训看中 收为养子 教他学画 这幅骷髅幻戏图 会有一个骷髅状的傀儡一人 正在表演操纵一个骷髅木偶 身后 有一位妇人正在给怀中的婴儿喂奶 在画的右半部 有一个孩童爬在地上 抬头身右臂 想要抓小骷髅 身后一位妇人 双手伸出 想要阻拦 这一幅画 八百多年了 关于这幅画到底想表达什么 有很多解读 有人从中看到了鬼故事 有人看到了阴谋 有人看到了生死 至今没人能给出一个幸福的答案 下面列举两种流传至今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 骷髅是宋代傀儡一人装扮而成的 是活人化成骷髅的形态 并且携家带口 游走于市井脉翼 另一种说法是 有人说此图是生与死的强烈对照 画面既有骷髅代表的死 也有孩童代表的生 孩童抑郁接触小骷髅 但他的亲人却要来阻止 可见其对死的恐惧 那么你从画中看到了什么呢 三 卖眼药图 根据考证 这幅卖眼药图的创作时间 为南宋时期 画中共有两个人 画面的左侧 有个要貌奇怪的人 只见他头戴黑色高帽 身穿一袭长衣 身上还背着一只黑色的布袋 他的帽子和布袋上 都画住眼睛的图案 他还背着十一到十二只眼睛 腰部以下共挂了十只眼睛 除了他自己的眼睛之外 这些眼睛图案加起来 竟然有二十五到二十六只 很是奇特 为什么会画这么多只眼睛 原来 这个人是一位卖药者 他上身微微前倾 手中举着一只眼药 正在向右边的一名患者 推销他的药 那为什么他的样貌和平时 见到的古代郎中的形象 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在宋代时期 眼科郎中或说眼科医生 早已经是一种专门的职业 他们的服饰也有一定的规范 除此外 这幅画也说明 中国最早的广告宣传画 早在南宋就已经出现 画中场景生动形象 人物动态栩栩如生 展现出南宋时期一些有趣的民俗 看了这幅画 不知大家有什么感觉 四 疯虎图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有一幅带着神秘气息的怪画 疯虎图 它是清代画家画炎的作品 画炎是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画面兴起 富有创造力 其中 最著名的是疯虎图 画中本是山中之王的老虎 一反凶猛常态 呈现出瘦骨鳞循 缩头垂尾 它腰曲腿 身体蜷缩成一个几字形 好像还在瑟瑟发抖 眼睛斜向上看 仰望天空 满是胆怯和恐惧 再看它的一只胡爪 软绵绵地抬起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者想表达什么呢 原来 在画作的右上角 有只体型较长 有虎般花纹的蜂 推断应该是一只山里的马蜂或毒蜂 这样就可以解释 画中这只老虎怪异的形态 这只百兽之王 应该是刚从马蜂群的围堵之中脱身 已经被蜂群折得不轻 浑身肿胀 腾痒不止 而这只马蜂还在追着只老虎 画炎画出了老虎受到攻击后 一副病猫的姿态和痛苦的眼神 栩栩如生 他用幽默诙谐的画风 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讽刺 老虎就算在威猛 也会被小小的马蜂欺负 万物相生相克 有权力的人在嚣张跋扈 也会有阴沟里翻船的 也有人认为 画炎是把自己坎坷的一生 和满腔的感慨表达在这画里 画中的老虎就是他自己 不管怎样 我们在欣赏画作的同时 不仅欣赏了画家高超的记忆 也发掘了画作背后的故事 这便是赏息画作的意义 五 中奎价美图 中山出游图 也叫中奎价美图 是元代公开的重要传释作品 横169.5厘米 纵32.8厘米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中山出游图 是一幅鬼气森森 却又妙去横生的鬼去图 画家用水墨代替色色 画中 中奎与小妹各作一轿子 在鬼族的簇拥下 成性出游的场景 画中人物 小鬼共21人 画卷自幼向左展开 前段画中 中奎一身唐代文官官服 抱鼻还眼 燃须从生 猛气横发 两手超秀 体态胖硕 端坐在轿子上 回首看妹妹 图中的中奎 虽然面貌丑陋 却无凶神恶煞之感 目光中流露出 无限爱恋之态 小妹身材瘦长 面容平和 端坐在轿子上 她与使女都以末代之粉 图在连颈 上半白 下半黑 人称莫庄 可能是鬼魅世界的 齐取美容 中奎妹妹身后的是 豹猫侍女 她回看尾随其后的 鬼族队伍 只见鬼族们衣衫蓝绿 形状诡异 有的抬轿尖弧 有的挑行李 持包裹 扛卷席 还有若干小鬼 有的攀柱在棒端 有的倒悬在杆上 有的掉在杆下 有的被大鬼倒脱 而仍在挣扎 大鬼面目猙獰 四肢裸露 肌肉发达 小鬼则显出种种可怜相 整个行径队伍乱中有序 错落有致 人鬼角色明确 画家以戏剧性的手法 描绘出这人鬼相聚 一种幽默和滑稽的情境 六 重墓会企图 纵40.3公分 横70.5公分 它是五代十国时期周文举的杰作 原本已经试传 现存模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中 画中展现了南唐中主李景 与他的三位兄弟们下棋的场景 这幅画因为画中有屏风 屏风上有画 因此得名为众评会企图 这幅画作在空间处理方面非常独特 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特色之一 画中包括一个龙椅 一场棋局 两重屏风 三个幻境 四位人物的内心思考 所有这些元素都相互关联 堪称是导演了一场千年前的悼梦空间 第一重空间 两人下棋 两人观战 棋盘上只有黑子 没有白子的北斗七星 象征了李景对皇位 胸中弟级的安排 而棋盘上的棋子 则象征着皇位的传承 最终 画中的人物都没有登上皇位 而是李玉成为了南唐的皇帝 第二重空间 画中屏描绘了白居意 偶面诗意 棋意在于主人李景 所渴望的饮食生活 第三重空间 一扇三折屏风山水画 与梦中纵情于山水之间 三重空间互相呼应 继承与退位 龙椅与隐居 就这样被周文举精妙至极地安排妥当 七 地主庄园图 地主庄园图这幅图 1964年出土于新疆 图鲁发阿斯塔纳东径墓 是分别会在六张纸上 拼合而成的一幅完整画面 说起这幅奇怪的画作 当时考古的专家们也很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粗糙的一幅画 会存放在东晋时期的一座古墓中 一 这幅画在左上角画了一个圆圈 很可能是月亮 月亮上竟然还画了人物 其中还有不少点缀 可见当时已经流传关于月亮的故事 而圆圈下面还有七个小圆点 排列的位置刚好是北斗七星 二 上图是这幅画的主体 其中手持团扇 表情搞怪的男子是一家之主 也就是牧主 牧主右侧有一个红裙女子实力在旁 她偷瞄着牧主 带着一点大笑 又带着敬畏的表情 估计她正是牧主夫人 或者是牧主最喜欢的小妾 三 上面这幅画在牧主人的左侧 有一个身着黑色短衫的男子 从她牵着的那匹兽马来看 可以断定她是牧主的马童 四 上面这幅画是在牧主人左侧 好像是厨房 一位厨娘正在满是 痰痰痰罐罐的厨房中被拾 尽管几笔潦草勾勒 让她的模样显得滑稽 但可以看出这个厨娘脸上 那无奈和任劳任怨的平静 五 再来看看这幅画的上半部 上半部有月亮 星星 有一只凤鸟非常明显 它就落在中间的大树上 这些应该是吉祥的象征 六 画中不但画了一棵小树 还画了一些农田和农用工具 右面有一个圆圈 里面还有一只鸟 仔细想来 这应该是牧主自己家的田地 而有鸟的圆圈 一定是住着金屋的太阳 这六幅画虽然像连环画 却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作 这幅奇画很可能是牧主人 将自己生前的幸福生活场景 记录下来 另外 牧主人期盼这种美好 能在地下世界得以延续 过而被封存在牧中 陪伴了牧主千年之久 八 岁朝家兆图 岁朝家兆图 是一幅打破世俗的作品 创作于1481年 是明献宗 朱健身人物化的代表作 此时的献宗已34岁 画风老练刚进 图中所描绘的中馗 与众不同 明朝以前 每逢过年 有一个重要的风俗活动 那就是悬挂钟馗像 当时人们用它来驱鬼避邪 钟馗通常被描绘成 怒目还征 手持宝剑 凶神恶煞的模样 朱健身却大胆舍去这种画法 而将其塑造成手之如意 头戴斗笠的雅异之势 旁边的小鬼 在造型上虽有点丑陋 却呆萌可爱 手捧托盘 彬彬有礼 从整个造型上来看 显然不同于以前的捉鬼钟馗 倒像是一位带着仆人感咽的雅士 身后生疼的雾碍 增强了画中的祥瑞之相 钟馗眼前的蝙蝠 清晰可见 栩栩如生 在画幅右上方 有明献宗朱健身的玉体 百事如意 一脉春回暖气随 风云万里之明时 画图今日来佳照 如意年百事宜 可见钟馗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 从镇宅捉鬼的守护神 变成了赐福那才的祥瑞之神 总结 这些流传数百年的大师画作 几经沧桑 或充满神秘 或妙趣横生 或自嘲幽默 或留下深不可测的谜团 他们是时光的见证者 承载着过去的生活与时代 不论从何种角度审视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和心境下 都能诠释出千百种不同的身影 这也正是这些画作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也是他们独特魅力的所在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请记得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见